我们节约饲料的话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500分左右 大家好 我是杨湘农牧大清二厂厂长 我是荣 我们厂从2023年再次升级成 6300头规模的智能设备骨组厂 因为以前传统饲味 我们都是靠人工去投料 饲味的料是不精准的 有的多有的少 这样子就要造成的一个饲料浪费 就是非常大 像现在的话就是 精卫鱼加上鱼料宝 通过后台的模型算法 能精准到每一头猪 他每一天要吃多少料 从而实现精准思维 以达到节约饲料的一个目的 再一个就是产房 这个产房是分成四位 就导致每一餐 像有的母猪吃不完 他就剩料 我们一个单元 差不多每天可以刮出 40公斤左右的一个剩料 如果这样这个剩料 你不刮的话 发酸发臭了 这个母猪就更不会吃 又影响到一个母猪的一个奶水了 像现在的话就是 母猪他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 这个也不会导致 饲料浪费在料槽里面 也减少了员工刮料的一个时间 基本上现在是不用刮料了 我们节约饲料的话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500公斤左右 节约100个小isher 4号 4号 9号 7号 9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